郭文貴議員 我還是再次來感謝各位委員波隆參加今天的這個會議 那麼我一直認為我們這個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是一個重要的平台 這個平台是勞資政學 可以共同在一個場合裡面大家針對社會大眾所關切的基本工資 來做充分的交換意見跟討論 所以過去這兩個以來我們竭盡所能去拜會 聯繫 勸說 那麼我們最大的誠意希望我們之方的代表能夠來參加今天的這個會議 最低公斤要立法 最低公斤要立法 我要26K 我要26K 最低公斤要立法 最低公斤要立法 我要26K 我要26K 合理去把基本工資調整到最高的一個最適切的一個狀態 同時 我們有呼籲新政府 必須要承諾 對線他們的承諾 在今年 把基本工資 立法的草案 送到立法院 我們希望 今天 今年底 能夠把這個草案 通過之後 明年1月1號 就能施用 讓全台灣三百多萬 基本工資的勞工 都能夠收益 謝謝 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期間 他把所謂的最低公斤立法 列為他的主要政見 可是我們目前看到的是 在立法院裡頭的另外兩個政黨 時代力量以及國民黨 他其實都已經提出他自己的版本 可是反觀民進黨的部分 我們目前還沒有看到他所謂的最低公斤法 到底長的是什麼樣子 台北市的貧窮線 是一萬五千塊 一萬五千塊 也就是說 在台北市 一個人一個月的收入 如果低於一萬五 是符合低收入戶的標準 結果呢 我們的基本工資 只有高出貧窮線不到三成 不到三成 這樣子的收入 怎麼能夠達到最低生活水平呢